3月26号一早 高雄市参访团从深圳北站搭高铁前往厦门 25号晚 韩国瑜率参访团部分成员接受媒体采访 总结此次深圳型成果 回应外界关切 韩国瑜称 未来深圳 高雄愿意共同举办城市论坛 搭建一个平台 探索合作机会 那么未来 高雄跟深圳会加大的交流在体育 文化 会展 以及信息 中医药的生物科技 物流等等各种项目扩大的交流 最后 深圳高雄也愿意共同来举办两个城市的论坛 搭建一个平台 探索两个城市 各种合作可能的机会 韩国瑜表示 此次深圳型的成果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其中包括签订10亿元新台币农产品及其制成品采购协议 租下知名物流平台两个摊位 推销高雄农鱼产品 深圳市台协会 台商协会 愿意提供200位高雄年轻学生 来到深圳学习 学习的单位跟企业由深圳台商会 每一个公司行号做我们高雄市青年子弟学习的场所 每一年200位 深圳市政府也愿意每一年提供20位名额 共清韩子弟来这里学习职业技术学校 并且享受各种资助以及奖学金 韩国瑜介绍 深圳市目前每一年赴台湾旅游人数约6万人次 未来深圳市相关单位将鼓励深圳居民到高雄观光旅游 高雄市农会理事长肖汉俊回答相关提问时表示 这几天在香港 澳门 深圳共签下40多亿元新台币的订单 高雄的农民朋友可以尽量生产 产品不会再滞销 也希望台湾各界多给我们掌声 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指出 今天参访的深圳市大族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和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印象深刻 深圳有许多世界级的科技公司 希望未来跟深圳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有更多交流和合作 让高雄相关产业发展茁壮 韩国瑜在26号中午抵达福建厦门 将参访厦门邮轮中心 厦门市规划馆等地 并参加厦门高雄企业合作签约仪式等活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